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田地还没有卖 不是你自己的吗 既卖了 嫁淫不是你做主吗 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 你不是欺哄人 是欺哄神了 亚纳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 听见的人都甚惧怕 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买葬 约过了三小时 他的妻子进来 还不知道这事 彼得对他说 你告诉我 你们卖田地的嫁淫就是这些吗 他说 就是这些 彼得说 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 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 已到门口 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 那些少年人进来 见他已经死了 就抬出去 埋在他丈夫旁边 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 好 我们有点祷告 主 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早晨 招聚你儿女在你面前 我们将接下来信息分享的时间和内容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知道你有话要对你的百姓讲 就求圣灵在人的心中带来开启 让我们从路加的记载当中 可以认识你的心意 我们将感谢归给你 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 在我们现在信息很发达的时候 世界上发生很多事情都会很容易被记录下来 有很多历史的细节 即使你想把它藏起来 也很容易被挖出来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信息很不发达的时代 人类历史发生过的事情要被记下来 是不太容易的 不要说没有互联网 连印刷的技术都没有 所以就要靠一个一个人写 一个一个人抄 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他身边发生所有的事情都写下来 所以人写历史可以是非常主观的 而且很快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就没有了 因此考证事情的真伪是不太容易的 而且古代有很多的皇帝 他不想把自己的劣迹记载下来 所以都记好事情 那如果我们认识圣经的记载 我们就会很惊奇 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 是在圣灵感动底下 选择性地记载一些事件 使徒行传就记载了教会成长的前面一段的历史 但使徒行传不可能把耶路撒冷教会发生的 每一件事都写下来 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们要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 为什么圣灵要写这件事 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一件事 就非常的特别 我想第一次读这一个故事的人 很有可能你读完之后倒吸一口冷气 怎么有这么可怕的事 因为跟前面的记载 对比实在是太大了 使徒行传的第四章记载了 教会非常荣耀光辉的一面 更不用说第二章里面的圣灵降临 讲各国的方言这些事 三千人信主 五千人信主 这神奇妙的作为 使徒不畏惧各样的逼迫 有胆量地放胆传神的道 神的百姓可以为着教会的益处 一起摆上 一起舍己 哇 这个新的创造实在是太美了 如果路加停留在这里 那该多好 他可以把教会最美妙的一面展现给人 但是我们读到第五章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圣灵不是报喜不报忧的 他马上就写了一件极为惨痛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从外面来看 是谁都不希望发生的 那这个故事 就是记载的只有十来节经文 情节是不太复杂的 那就是接着上次的经文说到 大家因着教会的需要 卖了田产放在使徒脚前 那这当中 他们都是真的舍己 真的为着教会的好处 摆上 但是今天读的故事是相反 人丑恶的一面 一下子就被曝露出来 这两个人身上的经历 甚至让我们觉得有一点恐怖 就是审判忽然领导 这一对夫妇也卖了自己的田产 但是他们选择自己留下一部分 把剩下的拿到使徒的面前 并且跟他们说 这就是所有的钱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彼得竟然一眼就看穿他们 就指出他们心中的虚伪 然后死亡的审判就领到了 这好像是我们所说的限世报 那今天我跟大家要交通的 就是主要来思考 圣灵为什么感动路加 要记载这件事 那我们今天要分成三个 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看 这件事情的意义 第一个角度 就是从路加从第四章到第五章的转折来看 教会在地上作为一个新的创造 就必定会遭到外面的逼迫 同时也要面对内部的腐败 那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 在神的眼中 这两个人的罪恶 是极为严重的问题 是神极为证悟的 那第三个角度我们要来看 圣灵借着处理这两个人 是如何不断地洁净建造和祝福祂的教会 那我们现在先看 但从外患到内忧这个转折 那我们知道教会在历史上 从来就是面对着世界对它的逼迫的 它可以是政治上很强硬的逼迫 把基督徒抓起来不让你聚会 也可能是非常软性的文化上的腐蚀 那因为社会道德的价值慢慢地改变 那就渐渐影响神的百姓 但是这些事情 相对比较容易识别 我们也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我们读到彼得 他们被宗教的势力逼迫的时候 我们很清楚立场在什么地方 但是教会内部 人的内心产生的问题 我们可以说是防不胜防 而且我们很不容易意识到 其中的严重性 我们教小孩子不要乱穿马路 孩子很容易学会 要教小孩子要警惕陌生人 大概也没有那么难 但是你要教小孩少吃糖 就很难 因为蛀牙不是吃几次糖就会有的 糖尿病 血脂高也不是因为体重长一点就会有的 人体内部形成的危险 这个伤害 它所带来的伤害 也是非常的大的 但是给我们带来的危机感 却没有那么大 我们有很多人读着在圣经 我常常会听到弟兄姐妹问这个问题 不就这么点事吗 他们为什么遭到这么严厉的审判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对于神所重视的事情 我们好像没有那么的重视 我想这段圣经的记载给我们有的第一个学习就是 神的百姓在外患和内忧当中 我们省察一下自己 是否有属灵的危机感 那我们常常使用危机感这个词 但我想说的属灵的危机感和平时我们讲的危机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我们讲这个小孩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我们在说什么 因为环境很安逸 吃穿不愁 他完全不意识到人需要努力地学习和工作 那因为你花太多时间在娱乐的上面 你错过了最好的工作和学习的时间 我讲的不是这种危机感 另一种危机感是属于这种焦虑的 你多看新闻就知道了 新闻天天在那里报好事情吗 都报好事情新闻没有人看 新闻里有很多的坏事 灾难 犯罪 还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观点 你多看新闻啊 肯定有危机感的 这些危机感给人带来许多的忧虑 这些危机感让人觉得 我一定要去努力和追求一些事情 以备不换 我想这不是圣经记载这些事情给我们看见 圣经的记载帮助我们认识 我们不是山里面的修道士 我们是一个一个活在家庭工作社区里的人 我们不能无法逃避世界对我们的逼迫 我们里面也有生命里面败坏的东西 耶稣呼召的这一群门徒 是愚父 税吏 还有奋锐党的西门 可以说是一群乌合之众 其实我们也一样 我们里面有许多的东西 是非常容易被利用 是容易被败坏的 我们不要觉得 亚南尼亚和他的妻子 是那么邪恶的人 我们每个人里面的天性都非常地小 所以我说的危机感是什么 就是我们需要认识 真实认识到自己的光景 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外界的逼迫和自己的光景 那有一段经文 在我们面前就会显得格外的宝贵 就是上行之诗 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的第一节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这是我们祷告当中的至宝 这句话说的是什么 真正能保守我们内心 保守教会见证的是神的自己 神的百姓在地上生活 很容易疲劳驾驶 许多的疲劳驾驶 其实并不意识到自己在疲劳驾驶 所以警醒休息就很重要 基督徒也是一样 人落在世界里面 落在罪恶当中 有时候是不知不觉 如果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光景危险 我们怎么可能在祷告里面警醒呢 我很喜欢一位作家 Francis Schaefer 在一本书里讲过的一些话 他说读圣经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好处 那其中一个呢 就是常常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从自己的事 和自己的安逸的环境当中走出来 看到原来还有神和神的事 还有一种不同的眼光 来看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 所以当我们看见神借着使徒行传里的这些记载 让我们看见教会处在一些难处当中的时候 就提醒我们警醒 为着神保守祂的见证 保守我们的心而祷告 我想这是一部分的应用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一段记载给我们带来第二方面的教训 就是罪恶是非常隐蔽的 却是神极为证悟的 以致神要在当时带下公开的审判 圣经用许多的事物来形容罪恶 比如用面教 面教有很多特点 那其中之一就是面教在面团里面 也是看不见的 那圣经也把大麻风和罪恶常常联系起来 那大麻风这个疾病在初期也是很不起眼的东西 但是它的发展却是非常地可怕 所以人心里面的罪恶是非常麻烦的 因为它非常地隐蔽 它可以隐蔽到一个地步 连我们自己都不清楚 你都不觉得它有多严重 那在这一对的夫妻卖田产捐钱的事情上就很清楚 别人卖了自己的产业 供给教会的需要 他们也卖了自己的产业 供给教会的需要 但是具体卖掉多少钱呢 只有谁知道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所以他们觉得在使徒面前 他们说自己卖了多少就是多少 没有人可以跟他辨别的 但不像现在每一栋房子卖多少钱 在网上都查得到的 所以他们明显 就是杀了一个谎 他们想留一些给自己 那很清楚 圣灵就感动彼得 一眼就看出来 他们拿来的钱 不是他们的全部 一个人把自己的田产卖了 剩下的钱本来就应该受他自己的支配 他愿意捐多少捐多少 为什么搞得如此严重 问题就出在最后的一个小点 就是这些 他们说的就是这些钱 他们以为自己可以骗一下使徒 然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但是彼得跟他们讲得很清楚 你们做的事情不是骗我 也不是骗大家 你骗我骗大家一点也不重要 是欺哄神了 神是可以骗得过的吗 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 他能够容忍一点点的虚假吗 不行的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两个人真可惜啊 他们都已经奉献了 都已经拿出来了 最后还死掉了 那还不如彼得所讲的 你们就少卖一点算了 何苦要在多少这件事情上面撒谎呢 谁会强迫你把钱拿出来呢 那这件事情很清楚 神把隐藏在他们心里的罪给曝露出来 是要教我们认识到这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神证悟 虚假的敬虔 这对夫妻心里面有虚假 但是在外面却有很光鲜的外表 如果教会同工来统计财务的时候 他们肯定被列为有卖田产 供给教会的那些人 如果大家做见证说 我们怎么样卖了田产供给教会需要 他们也可以做见证 他们很可能因为自己的这些摆上 得到一些尊重 甚至他们自己还期待奖赏 也许他们也许他们还期待永恒里面的奖赏 但他们内心的本质 却是不愿意付上应该付的代价 这样的虚假的敬虔 是神所证悟的 他在这种光鲜亮丽的背后 就隐藏了不可告人的事实 有一个华裔传道人叫Francis Chen 他讲过一个例子 他说基督徒往往落在一个危险里面 好像什么呢 好像我们吃的零食的包装 这个零食的包装的正面呢 用很大的字写 不含反式脂肪酸 听过没有 因为反式脂肪酸很糟糕 不可以有这个东西 如果有的话 那这个是一个东西肯定卖不出去 所以零食的包装上就标榜自己 我没有这个 但是你去看看后面的具体的成分列表 我有一次看见一包方便面的背后的成分列表 少说有400个字 汉字 这里面的名字我都看不懂 我的意思是什么 你最大的优势放在前面 这个东西很好 没有反式脂肪酸 但其实呢 那基督徒如果被这种 没有反式脂肪酸这样的标语包装 那就是很危险的事情 我每个星期都准时去教会 我从来不错过每一次的小组分享 等等 但其实呢 认识这个罪的第二个方面 就是彼得讲得很清楚 这个是撒旦引诱了你进入你的心 当我们知道或者说认识到虚假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一定知道这是从魔鬼而来 魔鬼喜欢用谎言来利用人的私欲 让人欺哄神 人跟神的关系就这样破坏了 让人的生命一天一天变得污秽 虚假就带来生命的腐败 而人还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魔鬼在伊甸园和夏娃讲的话 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神启示真说圆中所有树上的果子 都不能吃吗 这就是谎言 因为神没有说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能吃 是都可以吃 只有一个不能吃 所以魔鬼乱问 魔鬼是乱问这个问题 然后他跟夏娃讲 你吃了之后眼睛明亮了 像神一样 意思就是 有很多的好处 没有关系 至于神的话呢 哎呀不是那么重要了 这就是魔鬼的伎俩 让我们觉得犯一点罪 不那么的重要 只有眼前的利益就可以了 关于这个罪恶的第三个方面 神是轻慢不得的 神是轻慢不得的 欺哄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之前大家同心合一的祷告 现在这两个人竟然同心欺哄神 这是您讲 这件事情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要问一问自己 我们真的认识它的严重吗 还是要以身试法 在基督学房做助教 批改作业 每年都能抓到写作业作弊的同学 在我印象当中 真的是每年 我还不想不起来 有哪一年没有的 不想好好回答问题 太忙了 家里事情太多了 做不来了 去网上找一些东西 拷贝 粘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特别会抓作弊 也许我从小做弊做惯了 把别人写的东西 当作自己写的东西 交上来 请问这是欺哄谁 欺哄助教吗 欺哄校长吗 这是欺哄神 当一个提示框出来时候 说你确定这个作业是自己写的 你还要点yes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在美国有大学里也好 高中也好 许多留学生以身试法 被学校开除 同样的情况 地上学习的作弊 也就是被开除 虚假的敬拜 带下的是什么 你觉得神对他们太严厉吗 严格来讲 这不是严厉 因为罪的工价 本身就是死 至少他们死了 他们不需要用更多的谎言 来遮盖他们之前的决定 我们接下来再从第三个方面来看这件事 就是神如何借着这一件事情 来洁净和祝福祂的教会 我们看见在圣灵充满的这个地方 神就给予那一个聚集 一个自洁的能力 圣灵借着使徒的工作是非常明确的 这件事就证明当时的聚会当中 有一个健康的生命 你说明明有人犯罪啊 为什么这是个健康的生命 至少这是一个有活力的活的生命 因为它对于坏的东西有抵抗力 如果一个生命是健康的 它对于罪恶就是敏感的 这好像一个人的免疫系统 它会对一切不属于自己身上的东西 产生排他的现象 如果你的手上扎了一根刺 很小很小的木刺 你还是会疼 你如果不想办法去拿掉 它就会红 就会肿 就会发炎 这是一个健康的活人应该有的反应 对吧 一个死人 比如说扎一个木石 你扎什么他也不会有反应 一个免疫系统有问题的人 你很多抵抗的功能就没有了 这就是一个人腐败的开始 这个原则在我们身上也使用 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活在基督里面 让我们对于罪是敏感有反应的 以至于我们这个团体 在认识罪恶当中也是很清楚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 神借着这个事情的发生 来洁净祂的教会 悲惨的事 可怕的事 同样是神手中可以用的工具 来祝福祂的身体 这个记载当中有两次提到 众人听见这事就甚惧怕 那惧怕这个词 在许多地方被翻译成敬畏 这个词多次被用在 人对于神的态度之上 比如说罗马书有一节经文讲 那些犯罪之人不怕神 而且在《使徒行传》的 十九章十七节 这里记载到 凡住在以福所的 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 后面加上 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 所以这个惧怕不是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恐慌啊 不是恐慌 是人对于神产生了应该有的敬畏的态度 让耶稣的名可以被尊大 所以借着这一件事情 神让他百姓有了更美丽的品质 我们虽然现在在基督耶稣宝血的底下 但我们需要明白神是轻慢不得的 神是需要敬畏的 这些真理从来没有改变 只有人和神的关系正确了 神才能进一步带人进入生命的成熟 那关于神如何来继续地建造祂的教会 我想这段圣经也提醒我们 圣经从来不避讳关于罪恶的教导 这件事会一直被用来提醒和教导人 所以在教会当中 教导一切关于罪的真理是何等重要的事 那神要通过他的话来洁净 预备他的心腹 这个世界充满着各样的谎言 来伪装罪恶 比如说什么人权 这个人的身体有原因 因为这是基因的问题 所以有好多的法律给人的罪恶带来很多谅解 甚至对基督徒来讲说 基督徒要包容罪人 不要论断别人 你不要总是讲罪的问题嘛 别人不爱听嘛 我看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 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看见 神绝对不避讳教导当中罪的问题 他要把罪恶的问题讲得非常的清楚 透彻严重性 告诉大家 神对于罪恶的态度是很清楚的 我有一次被邀请做一个福音聚会的讲员 这个主办方要求我 不要讲太严肃太严厉的话题 我挺惊讶 他意思是不要把问题讲得太严重 以致得罪听众 因为那些人还没有信主 如果他们觉得他们被责备了 他们就不要来聚会了 那我就在想 这段圣经千万不要给目道友看见 有一位在澳大利亚服侍的传道人 叫Dr.Howard 在澳洲的白人中间是有一点影响力 他在牧养教会的时候 有一次有一个同工 在他讲道之后来找他 就跟他讲 你今天讲罪恶的事情讲太多了 太具体了 这个孩子们都不爱听 搞不好他们听了之后 还去更多的犯罪 你不提醒他们 他们大概就不去犯那个罪了 这个传道人听了这个建议是又好气又好笑 他就找来了一瓶老鼠药 就给那个同工看 这瓶老鼠药的瓶子上 用很粗很大的红字写了有毒 他说你知道 你刚才在叫我做什么吗 你在叫我把这瓶老鼠药上面 有毒这个标签给改掉 不要写得那么明显 那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许许多多不可挽回的悲剧 毒药上的标签越不明显 这个毒药其实就越毒 最后我想我们其实可以很清楚地看见 圣经从来不避讳 讲教会所存在的问题 圣经也从来没有说 只要同心合一圣灵充满 人就不会遇到任何的麻烦 我们就没有罪恶 也不会犯罪了 不是的 虽然教会有着人看为这种无孔不入的虚假 神却借着这一个事情 很清楚地启示了他自己的原则 虽然这是一件悲惨的事 却是路加在记载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外患和内忧 在神的手里都能成就他的百姓 神让教会健康成长 就是圣灵不断地做洁净的工作 我们相信神有各样的智慧 给他的百姓带来敬畏的心 就是真正的敬虔 好 我们祷告 主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将这样的记载放在圣经的里面 让我们对于你自己 对于我们自己 有更多的认识 在你面前我们只有福福敬拜 求你恩待你的百姓 借着显明我们中间的罪 你来更多的建造 你来更多的住 我们如此祷告奉主的名 我们祷告奉主的名字 好的 好